大家好 我是Mina 今天帶大家來到東京最熱門的新景點 就是2023年11月開幕 耗時超過30年那麼久的麻布台之丘 麻布台之丘高達330米 成為了日本最高的大樓 是不是很厲害呢 我們馬上去看看 Let's go 麻布台之丘其實就是一個統稱 裡面就是結合了商場、酒店、office 和藝術等等的商業設施 麻布台之丘其實不是由一個人單獨設計 而是由全球多位頂尖建築大師聯手設計 他們的作品分別有 上海外灘金融中心、格隆波雙子塔 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等等 大家來到麻布台之丘的時候 除了逛街吃夜看風景之外 不妨欣賞一下多位大師級的設計 那穿過麻布台之丘的中央廣場 入到Morley JP Tower的33樓 就是觀景台了 這個觀景台還是免費的 我們馬上過來看看有些甚麼 可能大家一進來觀景台 看到東京鐵塔就會馬上向左衝 但其實右邊這裡是可以看到富士山的 哇 今天天氣很好 可以看到富士山 你們看到嗎 然後左邊這裡可以看到很近的東京鐵塔 我自己暫時覺得 有很多觀景台 我覺得這裡是距離東京鐵塔最近 是看得最大最美的 所以我覺得這裡如果自拍的話 應該效果都很好 時間方面 這裡的開門時間是10點45分 到晚上的9點 如果你晚上9點之後 就不能進入了 留意一下觀景台 Cafe & Bar這裡 是用不到Cash的 又可以用信用卡 又可以用信用卡 我身後這間Family Mart 裡面有一些角落 可以捐贈食物給有需要的人 它的主題就是以環保為主 我們一起進去看看 剛才說可以捐贈食物那裡 其實就是這個角落 你看到這裡有很多不同的食物 可以分給有需要的人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貼心的服務 這個角落就幫到很多有需要的人 其餘的地方都好像普通的Family Mart 但是也有很多不同的 關於環保的產品 其實每次用實體西瓜卡都頗不方便 所以現在不少人都會把西瓜卡綁在iPhone用 西瓜卡不夠錢的時候 就不需要特意去找機 又特意入現金增值這麼徬徨 可以直接在iPhone上用銀鑾增值 又實用又快捷 現在在日本有很多商店 用銀鑾付錢時都會有特別特價優惠 基本上代實銀鑾實無執書 譬如是重本清會有7%以上的折扣 東武池代有5%折扣 Japan Duty Free Ginza有5%折扣等等 真是很划算 大家可以去下面的link 卓飯最新優惠 麻布台之優 除了有很多服裝 手袋等等的名牌店之外 其實還有不少的家品店 譬如這間coran shop 我們是特意過來看的 因為我們的同事非常欣賞這些 圓藝植物 我們先看看 日本是非常流行圓藝 因為很多時候他們的家都是一戶建 他們需要自己去剪草 去修剪植物等等 就算在家裏面 都會放很多綠色植物去點綴家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就算是先人獎 都有很多不同的款式 不同種類 他們還有一些名字很特別 這個叫什麼 刺毛黃觀龍 跟著金陽丸 玉翁 好搞笑呀 好可愛呀 除了一些觀景的植物 架絲等等 這裡還有很多不同角類的廚具 都是出自卡馬亞沙商店的作品 譬如這個這麼精緻的蒸籠 來猜一下多少錢 它其實是要賺13,420日圓 好貴呀 還有這個只是蓋子 如果你要連接下面這個兜 就要再加多12,210日圓 整個加起來都已經超過三萬多了 日本的果然不同 如果你喜歡煮食的話 Kama Asa這個商店 其實都有出一些刀 你看到這裡 貴到7萬3千日圓的刀 或者下面這裏 都有一些12,000日圓左右 不過對我來說 都是覺得很貴 我平時用開列拖 其實這裡的刀 都有一些特別的說明 譬如說一些難凍食物 或者南瓜這些比較硬的食物 就要解凍了 讓它柔軟了 才可以用這些刀切 另外如果是骨頭、蟹殼 這些比較硬身的骨頭類的食物 就需要用一些專用的刀 而且不可以把它放進洗碗機 或者直接用火燒等等 有很多不同的規則 還有 它為什麼這麼矜貴呢 其實是有刻上名的 譬如這裏就有說 這裏就有刻上 譬如刀印、刀柄等等 都有標示 就說是這個 Cama Assa的商店出品的刀 是特別有這個標籤 它的名字是否很厲害 很厲害 這個南瓜牌子的筆 是非常之貴 那為什麼它這麼貴呢 就是因為它上面的畫 全部都是人手繪製的 另外其實它這個牌子 是屬於泰落旗下的牌子 不過這個系列的筆 就2009年的時候才推出 特別是金魚這一款是最貴的 金魚這一款筆 就是雪卡的形狀和毛筆 另外這一款筆就叫萬年筆 又稱為鋒筆 那是不是猜不到 其實這麼貴的筆 是出市派落的呢 漫步台之憂 裡面有很多名牌店 大家記得帶銀包之餘 還要帶這個 就是銀聯卡 因為這裡很多店舖 都是可以用銀聯卡付錢 那這個銀聯卡呢 本身不會收這個 外幣兌換的手續費 非常之抵用 還有商場裡面 很多店舖 都可以用銀聯卡解決 是不是很方便呢 那今天就帶大家看了 東京的新景點 馬寶台之憂 這裡除了可以免費去觀景台 那裡看東京鐵塔之外 還可以瘋狂購物 有很多名店 cafe 等等 還有很多家品店 那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希望你可以 comment like share 和subscribe 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以及follow我的facebook page 和IG page 記住來這裡玩 可以玩上一腳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馬寶台之憂軍景台 是免費入場 大家看完日景 晚上還在附近的話 千萬不要錯過這麼美的夜景